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我比他大六岁 我以前喜欢他性格实诚 但现在我觉得他太幼稚了 而且还很自私 他对我总是很冷漠 我觉得谈恋爱就要多陪伴 但他对我就很不上心 还总是觉得我有问题 我希望两个人相处的方式 再独立一些 给彼此多留一点空间 他总是很任性地 逼我做不喜欢做的事 我很不舒服 他性格特别强势 但我才是他的男朋友 我希望他多考虑我的感受 对这段感情多投入一些 有请对情侣 有请 李先生27岁来自甘肃房产中介 有请 孟女士33岁来自天津 招商经理有请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欢迎两位 朋友介绍的是吧 聚会里认识 是吧 然后谈了一年恋爱了 是的 喜欢吗 喜欢 有什么打算吗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 是我要来的 到现在 他跟他父母隐瞒我的年龄 然后他这边就是经常性地 会跟我身边的朋友打听 我为什么之前要离婚 为什么会之前会分手 然后他还会向我朋友们打听 就问我朋友们意思就是 他是不是有孩子 这个别的能藏 这个人我怎么藏 我之所以向我父母隐瞒您的年龄 我是觉得 现在还不到时机告诉他们 因为什么呢 我父母 观念属于比较传统的 你现在去告诉他们吧 反而会刺激他们 来 我问问吧 第一 你向父母怎么介绍他的 我就跟我父母说 我交了一个女朋友 年龄多大呀 对方什么情况啊 你是怎么说的 然后我说 这些暂时先保密 等到后期的时候 我会如实地告诉你们 行 人用了个保密 也没撒谎 你认识他的时候 知道他的真实年龄吗 刚开始不知道 当时我也没有觉得 年龄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有一个好的感情基础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那时候知道他离异吗 这个我是知道的 就是不知道年龄 但是知道对方曾离异 对吧 对对对 那知道他离异 他告诉你 他有孩子还是没孩子 你问过吗 这个我问过 他是怎么答的 他说他没有生育过 其实第二个问题的延展 就出来了嘛 你跟朋友们在说 觉得他有个孩子 对 是吧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他是有过一段婚姻的人 我觉得正常来讲 有过一段婚姻的话 一般都有个孩子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说他怎么可能没有孩子呢 不相信 对我还是不相信 那他要有孩子 你还跟他谈吗 那我肯定不会跟他谈了 所以你的条件是 接没接过婚 跟我没关系 只要没孩子 我就跟你谈 对 这个我可以接受 这个是你现在心里的刺吗 是 我很好奇了 就是当自己的男朋友 连这个问题都不信任你的时候 你怎么还不离开呢 是因为他平常日子 虽然有点幼稚吧 虽然有点黏人嘛 确实对我是不错的 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来了 他在跟朋友们说 在揣测你 他有没有直接问过你 没有 然后是我问到他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来直接问我 而是去找咱们共同的朋友 周边的朋友去打听 这个问题你回应一下 因为我觉得吧 我既然从你这儿 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 可能从你朋友这儿的话 他们应该不会去 建议这个话题 那你通过跟朋友的打听 发现有还是没有呢 是没有 那你信还是不信呢 半信半疑吧 好 那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问题了 什么人告诉你说 他没孩子 你相信 A 他自己 B 他的父母 C 户籍籍 D 他的前夫 应该是他前夫吧 为什么是他前夫呢 我觉得男人之间过去了 他肯定也不会去 建议了 那你在生活里 有没有去找他前夫 或者试图去找他的前夫 了解这个情况吗 主持人他有 他一直在追着我 去要我的前夫联系方式 让我约我的前夫 他们俩要去吃个饭 要坐一起聊一聊 然后最后跟我问急了 我说你到底要见他干什么 我说我都不联系了 那已经是过去的了 你为什么还要找到他呢 那我还不是为了更多地 去了解你吗 方便以后我们更好的发展吗 他如果了解我 我们俩就不会分了 你觉得你从他那儿 找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我觉得是正确的 这个男生的脑路很清奇 我替他问一句 第一段婚姻多久 一年多 为什么分开 三观不太合 就是我可能是比较更倾向于 工作和生活 两拿着 然后工作和生活 就是工作的时候 我就好好工作 他平常日子 我可能比较散漫一些 就比较那种宅的那种 但他就是特别交通好友 那个特别喜欢在外面跑的那种 谁提出的离婚 我 对方也同意了 对 现在还有往来吗 没有了 两家人对你们这一年多的婚姻 是怎么看的 他的父母对我很好 然后我的父母 对他的印象也不错 他们对你们 离异这件事怎么看 他们前妻是不知道的 然后是最近才知道的 然后他们 现在就是可能 从心里会很不舒服 很不理解 那你们离婚多久啊 2020年 领的离婚证 他说的这些话 你信多少 我可以选择完全相信 因为我觉得他不会骗人 他不就完了吗 孩子的问题不就化解了吗 这问人家自己啊 你问什么前夫啊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行 这算第一个点 对吧 第二个点是什么 第二个点就是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前登人他的爱人 出了点问题经济上 然后他找我 借点钱吧 他就知道了 他就以谎言的形式 告诉他父母 他有个彩票站 从他父母那 借了十万块钱拿给我 当时我就跟他急了 我说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能解决 不需要外人去参与 然后他这边就 炸了就不干了 我怎么就变成外人了呢 你遇到难题了 我去帮一下你 难道有错吗 你说要是换做 其他女孩子 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我想的是 本身之前 你跟你父母说的 我的状况 就是模棱两可的 然后现在你又骗你父母 骗来的钱借到我了 使包不住火呀 后来你父母知道了 我成什么人了 我父母那边我最清楚 这个话我会后期告诉他们的 后期告诉他们 你对你父母永远是 东窗事发 我在说 事前从不预警 对吧 对 因为他们知道 对 他们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样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 是一定要把钱借给闺蜜吗 我的能力范围的 我会帮到他 第二个问题 你有跟他说过这件事吗 没有 因为这边我们俩在一起嘛 我会有这么样一件事情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告诉他了 我也跟他很明确说了 我说我不会因为他影响到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在我能力范围当中我去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钱从家里算骗出来 可以吗 可以 这钱借闺蜜了吗 没有 还是原封不动又还回去了 我没有接 没接 他怎么做的我不知道 他怎么处理的 这钱的现在 钱现在在我这里 没给父母退回去 目前还没有 我们在第二个问题上面又看到了养人截然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这个男生应该在生活里面挺黏腻的吧 是这个样子就是早上起他离我比较近 他会叫我起来会吃早点 然后中午他也要跟我吃午餐 如果我没有时间 他又是一场小脾气 是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跟他待在一起 是不是 我占有欲比较强 直接承认我占有欲比较强 他最让我就是已经就是疲于奔命 就感觉我比上班还累的 就是我们俩搞了这个一年了 周六这一天我就想了 就是说咱俩人可以简单地找一个地方吃个饭 然后休息一会儿聊会儿天 他不行 他从早晨七点起来 比上班的闹钟还准 早晨七点起来开始单排 领着我去各种商场逛 逛完之后中午吃饭 吃完饭又去各种地方逛 逛完之后晚上吃夜宵 吃完夜宵可以回家了吧 不行 得找个酒吧呀 音乐餐厅啊 接着喝点 然后喝完之后咱可以回家了吧 不行 还得再去吃夜宵再去喝点 如果你不跟他喝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 你能陪客户喝都不能陪我喝 难道我还不如你的客户吗 我肯定会吃醋呀 你吃他客户的醋啊 对我 客户的醋有啥吃的 我会多想啊 那在现实生活里 你有多想的对象吗 吃他所有客户的醋 还是吃某一个客户的醋 他不是吃某一个客户的醋 他是我身边所有的 只要有异性 跟我走得稍微近一点 然后他就会闹了很久很久 甚至于给我拉黑 我不跟他承认错误 我不求他 就不理你 如果说你过几天 你不理他的吧 他又过来 又跟你闹 又跟你吵 最近的就是一段时间的例子 就是我有个合伙人 我们合作很多年了 从我们俩在一起之后呢 他就一直觉得 我跟这个合伙人手太近了 因为我们工作每天要在一起 要有很多的连接嘛 然后我就看没办法了 我就把我们合伙人的爱人和宝宝 叫到一起 我们五个人去吃了个饭 吃完这顿饭过不过几天 就是好像赶上那天是我生日 我这合伙人就给我订了个蛋糕 在公司 然后在公司楼下就吃了个饭 他死活就要过来 那我能不过来吗 都给你订蛋糕了 你让我怎么想 你不应该第一时间 跟我过来过生日吗 我跟你说得很明确 我说晚上回家咱俩过 中午因为不光光是他自己 是有很多同事 还有很多合作伙伴 还有一些工作事情没解决 他们中午好心 给我订了个蛋糕 我可以隐瞒你 我可以不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了 对吧 我已经顾虑到你的感受 这个晚上我回来 蛋糕也没有 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过去找的他嘛 我就觉得 确实可能中午他不舒服了 哄哄他呗 人大哥在那儿 一句话不跟我说 我走也不让我走 然后酝酿了半天 说了出来一句话 我辞职 我跟你干日话去 我跟你当合伙人去 我觉得你跟合伙人创业 也是创业 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创业呢 这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 我跟他说得很明确 如果两个人把工作和事业 还有生活都搅到一起 就是很难去拔空彼此的情绪 这个大家都知道 能够理解你的想法 听来听去啊 这个爱情里面充满了信任的危机 其实有一个点 他们在讲的时候 我一下我觉得很恍惚 这不是恰恰是你第一段婚姻毁灭的原因吗 他喜欢在外面呼朋唤友 我愿意宅在家里 这是你给我们的你第一段婚姻毁灭的原因吧 这个不是方式是一样的吗 填满你所有的空余时间嘛 对不对 这跟那个方式是一样的 那这个你怎么还能坚持呢 为什么呢 他追我的时候状态并不是这个状态 判若两人是吧 对 那我相信前夫也是判若两人啊 要不然也不会嫁呀 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要不停地摔呢 我特别好奇这件事 可能就是有点纠结了现在 我再问两位一个问题啊 你们对彼此之间有什么要求吗 我就觉得他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你要求他把你放在心上 对 还有吗 你不够信任我 他怎么不信任你的 就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嘛 听下来没觉得他不信任你啊 还有什么 差不多就这么多吧 我觉得吧 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一开始他追我的状态 就说的那种状态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工作 平常日子两个人可以 就正常地去约个会 吃个饭 就是我觉得生活就是平平淡淡的 偶尔一些个激情 偶尔的两个人出去小浪漫一下 对吧 给彼此多留点空间 他就现在已经让我 完全就喘不过气了 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我很小的时候 跟父母撒娇耍赖 我就是特别想要这个玩具 特别想要这个东西 然后父母不给我 然后我就撒破打滚 你的意思 他是那个孩子 你是他爸妈吗 爱情是他的玩具吗 对 所以你希望他成长吗 对 是吧 但是他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这样 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会给你提要求吗 很多很多 比如就是说 我跟他在一起 我不能迟到 除了这个呢 他要做什么 就是他定的事 我就必须按着他的思路走 如果不按他思路走 就会各种闹 就是说 我就自己在网上 报了一个自媒体电商的 一个网课 给自己补充一下知识点 然后就想在家看看书 他也没有跟我商量 也没有跟我说什么 自己在家买了各式的健身器械 然后就告诉我 让我去他家 他要给我做私教 我就拒绝他了 本身我也不喜欢健身 你为什么要给他做私教呢 我很好奇 我就是觉得 现在的年轻人太缺乏锻炼了 不是在去上班 就是在下班的路上 每个人的生活不都这样吗 现在不是都提倡全民健身吗 我也不是说觉得他胖 我们没说你觉得他胖 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要做他的私教 我只是觉得 我们应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吧 所以我才提出要做你 我这边 主持人 我有跟他说 我不太喜欢这些 硬硬邦邦的器械 死活就不行 后来去练了吗 我没有去练 那培养一个 共同的兴趣爱好 我们会有更多的话题 我可以更多地去了解你 我没有说不跟你培养 我很明确告诉你了 我不喜欢 就跑个步 拒绝哑铃 能要命了还是咋呀 行吧 我来问一下 每人给我三个 喜欢对方的理由 好吗 男生先说你喜欢对方什么呀 我们俩比较有演员 其次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 第二 人不错 第三 第三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 你们俩可以已经谈了一年了 行 来问女生吧 第一 他一上来给我的感觉 是那种比较诚实 踏实 然后比较稳重的一个孩子 第二 然后第二就是 他平常日子确实在生活细节 就是用了很多的心思 对你好 对 第三 第三就是 他可能比较善良 是个好人 下一个要共答的问题是 今天两个来这儿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广说他幼稚 其实这次也是我幼稚了 其实本身我想来这次 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强调的 一个事情就是 我在这段感情当中 并没有实气地去付出我的心 也付出我的真情 其实可能就是犯了个幼稚 想找个评理的地方吧 女生说我来的初衷很简单 我证明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是认真的 对 对吧 男生其实你到底是犹豫不决呢 还是说你就想分开呀 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有一点感情的 他来你陪他来 你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还是想挽留一下吧 我还想挽回 来吧 老师们看这段关系应该怎么办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其实你不仅仅 没有真的去 设成处地地 去爱这个女孩 我还想想挽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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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以为你很爱他吗 我 犹豫了 因为你其实并不是真的爱他 我说第一个 关于你要去找他前夫的事情 我是会儿子的东西 我今天有用来我 我一直在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可以告诉给别人 你看这男生太黏我了 足以证明我是多么优秀的 你看 所以他不爱你 我只能说他不懂爱 但是作为你来讲 我觉得你在利用他的爱 所以我倒想要劝你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真正去恋爱的话 不如放过自己 不合适就分开 不要彼此折磨 你骗了你父母 你觉得有所谓吗 有一点 你为什么敢不把那十万块钱还回去 因为你知道 你爸你妈就算知道了真相 也不会跟你较真儿的 你有这个自信 因为你被宠惯了 第二件事 你没跟你父母说实话 你自己女朋友多得岁数 他们应该知道吗 你回答我 应该 他们值得这句实话吗 值得 值得 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实话 只有被宠惯了的孩子 才敢在这些关键问题上 在父母面前肆无忌惮呢 所以这个世界上 谁都得宠你 谁都得哄着你 你过生日是吧 请用你过生日那天来哄我玩 不然我跟你闹死 我让你不得安宁 你的女朋友对你有两个词 第一个词是幼稚 第二个词是孩子 我不知道你是在找一个女朋友 还是在离开了爸爸妈妈身边之后 再找一个代班妈妈 都得哄你 开始他可能觉得 哎呀 这个小男孩好简单 然后他让我觉得 我有存在感了 被依附的人永远是会有存在感的 因为他需要我 慢慢慢慢他发现他哄累了 你累吗 累 这是刚哄了一年是吗 你再哄下去 这辈子累了 有些婚姻模式 就是一个在那闹 一个在那哄 热着闹闹一辈子 所以我不管这个事叫错 我只说 你可能还需要继续被哄 还需要肆无忌惮 还需要拿着生活当中 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变成让自己开心 也希望让对方开心的一些乐趣 但是对方不愿意 好吗 你真的是他眼中的孩子吗 当然不是 你真的不相信他没有孩子是吗 你相信 你为什么要去找他的前夫 孩子是一个借口 你当然知道他不可能有孩子了 但是你要找他前夫是宣誓主权 之后不允许你和他有任何的来往 你的目的就是这个 为什么他的女朋友管他借钱 他无力去借那么多 让你而为你是偏偏 请你父母所有去借呢 你是在向他的女性朋友在说 他没有价值 我有价值 你为什么不让他的合伙人 去给他订一个蛋糕的权利 都没有吗 然后还说 那是我给你才有的赏赐 所以你还要当他的合伙人 你是不允许他身边有任何的 认为他有价值感的这种链接存在 当你慢慢地去把他所有的这些自由全部填满之后 都成为你 你要让他去健身 你要让他去逛街 你要让他 之后你就有信心了 你现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 你当然是没有这个自信了 但当你有了之后 你会怎么做 你会像对待你父母一样对待他 因为你极度地自私 你刚才特别理直向上说 我父母我了解 我瞒着他们了 我保密你的年龄 保密你的状态怎么了 因为你极度地在你父母 感觉说你可以掌控 同样 这就是你理解的爱 你这个女孩 对这个女孩就是这样 当你充分了解她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瞒着她 开始骗着她 这就是下一步 所以我说好可怕呀 谁教会你的这些 你怎么可以用在 利用爱的名义去捆绑这个女生呢 女生你好傻呀 充满着说孩子 幼稚 恰恰是孩子 是幼稚的是你呀 是你 你没有看到她所谓的这种 打着爱的名义 在绑架你的背后的真相 所以赶紧逃离她吧 就这样 每个人的这个成长环境不一样 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对爱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她最后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在你的心里面 其实这是爱吧 是 你不是想捆绑这个人吧 对 所以呢 就不要因为一段 这个情感受挫之后 就是在里面吸取养分就好了 女生我觉得你第一段经历 你没有吸取 于是你在第二个相同的地方 你又开始摔跤 这是一个惯性 所以我觉得今天 听听老师们的梳理挺好的 一会儿珍惜那六十秒的时间 双方彼此感谢一下 这一年多的陪伴吧 一段好的这个情感经历 不仅是小鹏老师说的舒适 同时它还能让人成长 其实如果你们成长了 这一年就不算白负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非常感谢这一年当中 你对我的照顾 谢谢 可能是我自己的过于独立 让你没有安全感了 其实我觉得吧 其实一开始可能是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对我比较贪恋你的这种状况 可能是有我有我的私心 我向你道歉 其实你真的是好人 也特别感谢你 这一年当中的对我的细心 可能我这个人就比较独立一些 不太喜欢过于的一个 过于的把我自己的时间 夹杂太多太多 太多没有私密空间的一个环境 所以你真的是个好人 希望你以后能遇上一个 能符合你心意的吧 谢谢你 谢谢两位请回 来吧 猜一下结局吧 结局我觉得两个人都不出 都不出 我觉得男生知道我们在说啥了 我觉得男生会出 女生不出 来吧 看结局请看 请开门 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 还是那句话 一段关系如果让一个人成长的话 这个关系就算是一段良好的关系 至少男生今天在这 应该吸取一点吧 呃 原生家庭的很多问题 一定是通过不断的这种经历 在社会的打磨和自己的反思 才能成长 然后在爱当中 所以现在我们的姐妹 也就不想说 我不是想太好的 我们會使用